哈囉,我是白鳳鶴 白鳳鶴的果園 規模越來越大 這裡有沒有 我跟鄰居的大哥 我跟黑手 我研究一下 隨土保持 要不然 上次颱風 它整個 土壤都一直流失 會流失到 裡面 要不然 用一些廢棄的磚頭 把它弄住的話 一些頭 再把它弄上去 像這個 這個都是 我們把它 剔上去的 實在不正是流失出來 把它弄起來 基本上 水土保持的夾好 這個 鼻鼻的果園 不然它一直流在裡面 它是 社區人家做這個蚊子 算真聰明 這個土 後來要把它 在旁邊弄上去 這個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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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這個 這個 欸 這 土這麼多 欸 你看看 喔 真正我講 很大的 在那裡 喔 流失有夠多啊 欸 這都死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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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太誇張了 那 這個是白銅鞋 不然它去吃果 那這大小的果圖 拿掉 因為這裡有 這所在 啊 這是 火焦啊 火焦 就 把它 吐掉 加一些土壤進去 啊 好 這就可以 一天吐一些 吐一些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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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個地方 啊 這個 鎮仔 沒關係啊 鎮仔可能會這樣 鎮仔 正常鎮仔應該是要往外推 但是 看這樣比較美觀 好啦 這裡 這裡再吐一下 這就是 白銅鞋 圓藝果園 圓藝果園 鎮仔 噢 鎮仔 那